其实我今天听妈妈在讲述了你们整个之前发生的这个经历 我其实除了心疼小雨晨之外 我也特别心疼这位妈妈 因为我们为人父母我们知道 虽然你现在说你为了女儿说我要放下 然后我走出来 然后我要坚强 这样才能给女儿支持 对不对 但我知道身为妈妈 就是不管未来如何 这一生都过不去这个坎儿 对吧 对 我能理解我也特别能够体会到 但还是希望你能够减轻一下自己心中的这种担子 因为每个人不管发生了什么 你都有权利拥有幸福和美好的生活 你现在还很年轻 未来的日子很长 就算咱们心里这道伤痕永远在 但是希望这道伤痕能够成为你为了女儿而勇敢的力量 然后我还有一句话是我特别喜欢的 我很想送给你 更加是送给小雨晨 也许她现在不明白 但我相信你能够理解 这句话是从国外的一个很有名的诗集演变出来的 它就叫做 命运已痛闻我 我却抱之以歌 我们每个人在生活当中都会或多或少遇到一些挫折 甚至对小雨晨来说可能命运对她是不公平的 但是所有的负面情绪对我们未来的生活没有任何的帮助 我们只有用积极乐观向上的这样的生活的态度 去拥抱未来 去拥抱这个世界 我们才能够拥有更加美好的未来 谁说小雨晨不能够比一般人过得更幸福更快乐呢 对不对 对 所以我想把这句话送给你们 小雨晨加油 谢谢 没错 雨晨加油 这也是在两年前其实我采访廖志的时候我也没有想到 我觉得廖志的故事当时我真觉得好痛心 但是我真的没想到就是我们的故事 我们平平凡凡的节目当中传递的这样的声音有这样的力量 今天这个力量就传递到小雨晨的身上 但是我相信今天雨晨你站上这个舞台 你的故事也会激励着更多弟弟妹妹们 他们也会像你一样加油 对吧 对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任务 妈妈今天是为你而来 妈妈很辛苦对吧 对 所以你应该跟妈妈说几句好不好 你给她加加油 去 妈妈加油 加油